如果你是石油兽 肯德基这个新品呢 你一定会很喜欢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口感和健康的 我劝朋友们还是盛点 实话说 吃完之后呢 感觉整个口腔都不好了 选址对一家餐厅是有多么的重要啊 我这里的肯德基生意非常的淡 为了拉薪 现在肯德基推出了新颜专项 新用户注册一块钱就有五块黄金几块了 这个是新用户才能用后 哦 对对对对 可是我是老用户啊 我要想吃那个新品 新品马上就走了 就那个买完就下架了是吗 对不是买完咯 它不一样 神下架 那个是限定新品 对对对 它是限制的 其他店有一些已经卖光了 对对对 你们这里 你们这里还有 跑了两家肯德基终于吃到这个限定新品了 单品的话24块钱 但是如果买套餐的话 36块5就可以买到了 套餐里面的又八宝是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的 不知道吃过的朋友们更喜欢哪种口味呢 我就选择了这个东喀兹鸡腿又八宝 色孔点餐应该会很尴尬吧 这个名字叫起来真的很搞笑 个人觉得还是买套餐会更加的划算 除了汉堡可以选 小吃和搭配的饮品呢 也可以选 相当于加了12块5 买一份小吃和一杯饮料 个人觉得还是套餐会比较划算 这个外包装看起来还是花了心思的 红黑白的主色调包装 中间是一条拉条撕开之后呢 就可以拿出来了 嗯 看起来觉得仪式感满满了 这个肉肉包包拿在手上呢 还是热的 其实它两块鸡腿排的大小呢 是不一样的 能看到两块做对比的话 一块大 而另外一块呢 会偏小一点 这个卖相看起来稍微就有点随意了 照片仅供餐稿 放在哪一家餐饮店呢 都是合适的 感觉肯德基总细喜欢搞这种当机限定和新品回归 这个鸡腿肉包包是之前已经出过了吧 严格来说 它也算不上是什么新品了 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 感觉就食材和味道来说 就是排列组合嘛 没有什么新的 两块鸡腿排的口感 跟香辣鸡腿饱的都差不多 由于它两面都是炸鸡排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扎嘴 不像传统的汉堡 两面都是面包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松软 所以刚吃第一口的时候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口腔在抗拒 口腔不好的朋友真的胜选 中间夹着这一块鸡翅虽然它不小 但是由于梅子酱的味道偏咸 所以它的存在感辽胜于无 可以说完全被梅子酱的味道给掩盖过了 因为它的鸡腿排都是杂的 还搭配了一片芝士 我能理解它为什么搭配了梅子酱 但是这个梅子酱的味道它是偏咸口的 所以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逆上加逆 如果不搭配饮料的话 真的很难吃完一整个汉堡 不过话又说回来 它选用的鸡腿排是比较好的 大块厚实 而且鲜面多汁 如果你是食用瘦的话 你一定会给它点个赞 而套餐里面搭配的香菇鸡块真的非常棒 韩骨鸡和蕃茄酱 水很多都可以 我的鸡已经吃了冰箱了 我也不知道它这个香菇鸡选用的是哪个部位 就我个人而言吃这种杂鸡呢 我更喜欢吃到外面那一层 比里面的鸡肉呢 可以说好吃多了 里面只有一小块骨头吃起来呢 感觉还是挺爽的 里面的肉 鲜面多汁 而且也比较厚实的 如果点大套餐的话 个人不推荐食调的话 推荐这一个 相比培根鸡腿又八宝 不知道朋友们更喜欢哪一个 貌似肯德基对于新品的定义 就是排列组合的变化 这是在味道方面 经常推出的这些新品 感觉并没有太大变化